来看看她还真的是够幸运的了 台南市有一名40多岁的妇人 在上个月14号先买了100块钱乐透 结果心血来潮 又把身上所剩的50块钱 想说再买一张 没想到因此就中了2.2亿的大乐透了 妇人在发现自己中大奖之后非常开心 打电话告诉老公 没想到她老公当时还不相信 还在电话说 说不要骗我了 直到夫妻俩一起对讲之后 这老公也才相信自己变成了亿万富翁 好